到最后就关于CIC 由麦先生去讲讲 因为CIC其实很乐来帮助大家整个业界如何推行BIM 在这里就多谢Dr.Chan 用很简单很精巧的解释了 什么叫BIM 它的好处是什么 应用范围是什么 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给大家可以跟随 其实大家今天听这个讲座 是一个认识和开始 其实怎样落实去做呢 其实要大家去学下什么叫modeling 还有如果你已经有些用的时候 学习怎样去管理 CIC的路线是怎样的呢 其实去做些什么呢 我就是用以下几分钟去介绍 大家都开头听过 就是特首的施政报告都鼓励 要求业界要用BIM 这个不会重复 也都我们的财野陈茂浩波司长也都介绍 还有就扔了10亿元去成立一个叫做CITF 就是创新科技这个基金 用在鼓励业界用BIM的 那为了要推广BIM呢 其实CIC 即建造业议会呢 在去年就成立了一个叫做Committee on BIM 它那个作用呢 就是要来推动 鼓励和支援业界来去应用BIM 这个就是包括了一些政策的制定 那个standard 即规范和标准如何呢 以及一些训练和一些研究的 那大家Dr.Chang也都提过呢 在那个发展局也都出了一个指引 就说要求业界都会用的 那也都IBD 就是那个屋预处呢 也都出了一个指引 就是叫做DV34 ADV34呢 来到去要求业界呢 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呢 可以提供那个BIM model的 作为参与之用 不是mandaid的 那么第四样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有个CITF的funding设立 那么一些详细的那个细节呢 是会稍后才会公布的 现在还是研究如何来到去 落实去执行 和用这个funding去资助业界 去用这个BIM 那么那些CIC那个呢 就是透过去设立一些的路线 和鼓励业界怎么去用 那么就包括设立了一个BIM center 就在我们的三楼那里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鼓励业界来到 那些中心呢 去分享它的经验呢 和提供一些训练的场所 那就是CIC呢 有四大的范畴在BIM那里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标准 和一些范围 那么希望呢 业界有所跟随的 那么就和呢 会安排一些的推广的那个program 那么就好像例如今天 大家出席这一个的aware seminar 那么呢就我们希望呢 能够介绍给业界 就是无论是developer designer construction 甚至是那个设施管理那些 都可以应用到BIM的 那么除了要知道什么叫BIM之外呢 我们也都会提供了一些的训练 那么就包括一些的 怎样去做模式 怎样做modeling 那还有呢 一些的那些的 那些有些课程呢 譬如说 怎样去入职啦 还有怎样去制造一些的object 或者family 那样 还有Dr. Chang也提过呢 BIM呢 其实就是不断的演变的 一路去深化的 所以呢 都需要呢 在学术界啊 或者一些 一些大的contractor 或者developer 都能够投入一些资源 做开发 就是explore 多一些的应用范围 那这个standard那里呢 就 Dr. Chang也介绍过 有 有第一期的 那我们跟着 第二期 那第二期 那第二期是包括了些什么呢 包括了一些的 更加深入一些去改善 什么叫做 LOD 就是level of development 还有在MEP里面呢 会不会有新的指引出现呢 那也都有一些的叫做3D spatial data 的Integration 也都提过呢 原来GIS里面 讲关于Smart City 那个应用 在BIM呢 也都很开始 很广泛了 就是开始如何深入去用 那样 那也都会更加来研究多些 AM的application 就是access management 就是设施管理 那个应用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呢 就是第二期所要做的功夫 就是BIM的standard Phase 2 而Phase 1呢 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面 去download那份子下来的 那也都呢 去年也都出了一个叫做BIM standard on GBP submission 就是那个入职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我们是会稍后呢 将它那个整个standard 是透过网页呢 发布给大家 也都会安排一些训练的课程的 那在推广那方面呢 就是 例如好像今天那样的安排 那也都有半日的hands on 那就是介绍一些的坊间里面 一些的view画 怎么去看个model 我们不是说 教大家去画个model 而是呢 很简单 会藉着一个view画呢 来到去看回个model出来的 那这个呢 是整日的课程 头半步呢 就好像今天去一些的简介 那然后呢 有另外呢 半日呢 就是一些hands on的 做一些hands on的exercise 那至于training那一部分呢 那我们也是有好几类的课程的 那就是有些modeling的 modeling也分为basic和advanced的 那也都是有几个的软件的product去训练 例如autodesk的virit 啦 Graphicsoft的archicad 和bandy的 那也都有一些的管理的课程 management的课程 就来到去 就是 来到被一些用了久的 或者一些从业员去更加进升一步的 那这个就是 给一些的bm的manager 或者bm coordinator去上课的 就是務求他已经有经验了 但是怎么管理他的project呢 那这些课程呢 有些是日间的 有些是夜间的课程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网页的情况 那就是我都提过呢 在CIC这个九龙湾的总部三楼呢 有一个bm center的设立 那也是 如果有些任何的conference 啊 講座啊 workshop都在那里举行的 那这个提过了 那就是 是讲CITF 那现在呢 就是想着 就是 怎样来到 可以用这一些的 这个funding呢 去 资助 和鼓励业界 去应用 那个的 就是bm的 那这个包括training 或者扣置一些硬件 软件 或者做一些consultant services 那这些详细情况呢 就会稍后会公布的了 那这些 那 那 那其实呢 CIC在整个推广里面呢 不只是靠CIC 我们呢 是和业界 很多业界的代表呢 来到去开会去谈的 那这个包括了 所有不同的政府部门 是一些的 专业的学会 商会 工会 和一些学术机构 和不同的政府的部门 等等 那就是 那就是 我很简单 就是简单去改 讲述CIC 那个的路向 和它支援的情况 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很棒的 你